文章来源,Salker新闻 2016年,一架无人机在航拍时拍摄到巴西一个偏远原始部落 部落里的族人纷纷好奇地望向这个在家园上空盘旋的奇怪东西 还有人拿起长棍、石头砸向这个前所未见的外来不明物体 从无人机拍摄下的这些画面里 现代文明科技对于原始居民的冲击可见一斑 而当一个土著部落进入网络时代,又会发生什么? 美媒纽约时报关注到 随着马斯克进一步扩大新链业务版图 让全球一些偏远地区也能够用上高速网络 去年9月,一个叫马鲁伯、Mario Bo的巴西偏远部落终于连上了互联网 但网络给他们带来便利、开阔眼界的同时 也让这个部落陷入分裂 报道称,一些年轻人只想花整个下午的时间去玩手机 他们对打猎、捕鱼等生活技能 或是彩绘、串珠等传统手工艺不再感兴趣 除了对部落文化消亡的担忧 年轻人沉迷色情视频、暴力游戏 甚至发展为不端行为的变化 更令族内对网络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 年轻人因为网络而变得懒惰 他们正在学习白人的生活方式 有部落长者这样抱怨着 但他们仍希望森林里能够通往 据纽约时报介绍 数百年来 马鲁伯人居住在伊图伊河沿岸数百英里 分布在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公共棚屋里 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 有的村落甚至需要一周才能抵达 19世纪末 橡胶开采者的侵入 撕开了这片土地与外界连通的一个小口子 马鲁伯人开始穿衣服 用枪代替弓箭来捕猎野猪 用链锯代替砍刀来开垦种植 很大程度上 他们仍维持着土著部落的生活方式 说着自己的语言 相信喝下死藤水 能够与森林精灵沟通 用蜘蛛猴做汤或养做宠物 2022年 马斯克的星链进入巴西 随后这个有着2000名成员的部落 在2023年9月 成为数百个突然被接入 卫星互联网服务的部落之一 在离开森林多年后 马鲁伯的领导者伊诺克 马鲁伯 伊诺克认为互联网可以给族人们 带来新的自主权 让他们得以更好的讲述自己的故事 于是牵头了将星链引入部落的事宜 人们背着设备和太阳能电池板 步行进入部落 伊诺克说 通往后带来的最大好处是 在紧急情况下 部落能够与附近的巴西政府部门求援 比如 有人若被毒蛇咬伤 可以迅速寻求直升机救援 而过去他们使用的是业务无限电设备 只能在村落之间发消息 报道还提到 网络的到来 让生活在闭塞环境里的年轻人 开阔了眼界 他们的未来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对15岁的姐妹花 因为网络 一个有了去圣保罗做牙医的梦想 另一个想去环球旅行 但仅仅9个月 和一直受互联网治理困扰的现代社会一样 马鲁伯正面临着同样的互联网潜在威胁 年轻人依赖手机 群聊里充实着八卦新闻和流言蜚语 沉迷于社交网络和陌生人网聊 暴力电子游戏风情 诈骗虚假信息丛生 以及未成年人 观看色情影片等等 一名有着三个孩子的父亲表示 互联网能够帮助他的孩子获得教育资源 但他同时也很担心孩子沉迷电子游戏 甚至是在现实中模仿游戏里的开枪射击行为 还有些人说 由于缺乏网络经验 他们成为了网络诈骗的受害者 阿尔弗雷多 马鲁伯 Alfredo Marobo 是部落里对互联网批评最强烈的领导者之一 据报道 作为伊诺克的对立者 阿尔弗雷多还指控他带进森林安装星链的人 没有获得当局许可 就进入了受保护的土著领地 阿尔弗雷多对网络上的色情内容尤其感到不安 据他所说 马鲁伯民风非常保守 其文明甚至不允许在公开场合有接吻等亲密举动 但他发现自从有了网络后 部落里一些年轻男性开始在群聊中分享色情影片 甚至有些人已经表现出了有攻击性的性行为 他们想要尝试一些在网上接触到的变态性行为 阿尔弗雷多同时提到 马鲁伯人通过口口相传 传承他们的历史和文化 但现在族人沉迷网络 以至于都不和家人说话 这让他对文化失传消亡 倍感焦虑 有着同样担忧的人不在少数 一些年轻人还在保留着我们的传统 而另一些人只想花整个下午的时间去玩手机 一位女性首领说 73岁的部落成员 蔡纳马 马鲁伯 蔡纳马马鲁伯 也抱怨道 沉迷网络的人们不再对打猎 捕鱼等生活技能和彩绘 串珠等传统手工艺技巧感兴趣 刚通网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高兴 但现在情况变得更糟了 年轻人因为网络而变得懒惰 他们正在学习白人的生活方式 他一边用浆果做燃料 一边说 不过 蔡纳马并不希望因此撤走网络设备 他在发了一通牢骚后 又补充道 请不要拿走我们的网络 因为网络也的确给他们带来了明显的好处 比如能与远方的亲人进行视频聊天 以及在紧急情况下求救 最初将设备移入森林的伊诺克 如今也承认 对于自己自足的马鲁伯部落来说 通网确实极大的改变了族人们生活 而这种变化多少是有害的 在村子里 如果你不打猎 不种植 不补鱼 你就会饿死 但总体而言 他仍认为 部落通网是利大于弊 而且无论如何 他们也回不到从前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没有互联网了 由于对网络的作用看法不一 报道称 马鲁伯部落现在 对网络使用时间进行限制 只有上午两个小时 晚间五个小时 以及周日全天才开放网络 外界对土著部落中 是否应该通网也有不同的看法 巴西一些社会活动人士 为马鲁伯部落能够使用网络 而积极活动 他们认为 马鲁伯部落中 目前对网络的抱怨和不满 是因为他们刚接触网络不适应 待时间久了 并引入各项培训和管理后 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一些巴西官员和非政府机构 对互联网在部落中普及过快 表现出担忧 他们认为 网络的出现 会改变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担心当地文化和习俗 可能会永久消失 帮助引入网络的 一直为土著部落 奔走的巴西活动人士 弗洛拉 杜特拉 弗尔阿杜特拉 则解释称 互联网的危害被夸大了 通往不是活动人士 强行向部落推广 反而是许多部落里的人民 自己主动要求的 他强调 这些原住民 也理应享受现代科技成果 土著部落希望 也应该与世界建立联系 他批评称 那些试图教土著人 应该如何生活的外来者 秉持的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 白人总是认为 他们才知道 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不许多部落 可能 不许多部落